日本食品公司可果味決定暫停使用新疆番茄 考慮因素包括人權問題 可果味的產品包括番茄汁和多款蔬果汁 在香港有售 產品原材料當中大約百分之一是新疆番茄 日本傳媒報導 公司自去年暫停進口新疆番茄 正如傳量將在今年內用完 可果味的發言人說 除了成本等因素以外 人權問題都是公司考慮停用新疆番茄的原因之一